欢迎收听 拍绿游乐园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正在收听的是 台湾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马来西亚City Plus 我是袁永鑫 在今天的拍绿游乐园节目当中 行动会客是好久不见 咪先生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咪先生 我是主唱圣号 我是吉他手小B 贝斯手以诺 我是吉他手哲安 鼓手亦凡 哈喽老师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因为来之前我刚好在听那个歌 然后在想歌序的排法 有什么用意之类的 还可以 这些 我要先讲心得吗 啊没关系 不勉强老师的 我我很乐意讲啊 对对对啊 我们也很期待老师了 呃我先问一下 你们这张专辑 在开始做的时候 是已经有想好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跟路线了 有其实是讨论完 是讨论完才做的 不是边做边修正边改 然后再没有这样子 是有先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 也都有啊 也都有啊 OK 所以你是有边做 然后边修改 然后也有想好一些东西这样 OK 比如说修改的是什么 想好又改过的就是什么 呃编曲还蛮多的 而且因为我们这次有跟制作人搭嘛 然后有跟 我们这次是那个制作人是Zen 嗯 然后音乐总监是马莎 嗯 那其实改最多其实是马莎哥 他不是在顾小孩吗 哈哈哈哈 也没有 他其实在我们那个 时代动物这首歌里面 嗯 还算修改蛮多的这样 哦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其实更 这首歌其实还蛮有 蛮更摇滚一点这样 哦那个光听成品我觉得他很 mellow啦 就是就是很软的一首歌曲 但我有想过说那首歌本来可能 应该是有爆发力的做法 也我觉得应该也还不到那样子 对只是那时候重量感蛮重的 但我觉得马莎哥他调完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 比较达到我们心目 所以这个作品一看的大方向 让你们想做的是 是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有一个大大原则就是 希望大家听起来是 嗯 舒服跟耐听 就是我觉得 哦 呃 早些年其实前三样做 平民生比较 横冲直撞一点 哦 应该不是说横冲直撞 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比较容易去冲撞 嗯 很多的事情 然后 现在是体力不好吗 现在对 哈哈哈哈 不是啦 是是因为其实很多事都会 呃 比较容易看得开 跟比较坦然的去面对 以前有看不开的哦 有 以前我觉得比较容易执着 哦 现在反而比较 释然一点 对很多事情 OK 所以是是只针对工作这个事情 哦没有任何哎 就是因为其实 我觉得本来就是 你会遇到越来越多人 人生啊 生命给你的一些 口题 嗯 他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遇到之后 你就会觉得 其实 很多事情 就是这样这样 因为我今天有一些题目 我是想说 让你们自己选 刚好你讲到这个事情里面 我有一个有放进去 哎 哎这样好了 ABCDEFG你们开始挑吗 这么多选项啊 哈哈 ABCDEFG是几种啊 有七种选择 我对 我们一个一个挑来讲 你们要挑从哪一个开始 哦 我们现在直接随便选 对对 ABCDEFG 你们需要讨论一下吗 就就A吧 AO 哦 创意跟风格 创意跟风格 对 这一张的创意跟风格 就是你们对于这件事情 跟各自这样专辑 你们可以谈谈 他的创意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然后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叫做一个风格了这样子 怎么样叫做一个风格 其实这一题我觉得是 我们一直都觉得最难回答的 我真的对不起 因为风格其实很难去界定 就是因为民生人本来就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 龐克啊 金属啊 或者什么 那表演呢 演出啊 也不会有一个风格吗 嗯 就是我觉得风格这件事好像是要 外人来帮我们去界定 我们自己在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 或是我们自己 可是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不是都会追寻一个风格吗 因为你们可能有个role model 曾经喜欢过那样子的 不会 因为我们五个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时候 刚成团的时候 就有人喜欢可能比较Jazz的 有人喜欢比较民谣一点 有人喜欢电影 这样不是刚好揉出一个新风格吗 对对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 这是什么 就是好像 就是 至少做每一首歌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听歌的时候 就哎 这好像有点明先生的味道 我觉得 这个是 我们可能最喜欢听到的 嗯 至少好像有做出一个自己的感觉 就是类似一种品牌辨识度出来 对对对对 嗯哦 那再这样 这点好难哦 这点有点难 对对对对 那创意的部分要怎么谈它呢 在这张专辑里面放进的东西 什么可以叫做是创意的 我觉得把自己放进去很多 把自己放进去很多 哦就是 其实我觉得在 那以前都没有放自己 都放什么 花椒吗 哦对还有一些可能 三色豆啊 或者是 芹菜我蛮喜欢的 反正 哈哈哈 就是 很衰 就是 很衰 前三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 比较是从一个 嗯 比较 对对对 比较 呃 远的视野 在看一件事情 比较少是用自己的角度 去谈论事情 因为 因为现在 是视力不好 所以要 只能放近一点点 以前都 眼睛没问题 现在手机滑太多了 所以视力退化 这算是一个文化带来的 不是啦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对就是 就是我觉得是把自己的感受 比较多是用第一人称的感受 去 写这张专辑 所以我觉得这张最大的 转变应该是把自己 比较贴近自己的情绪都 都放在这个专辑里面 OK 其实我一听intro 我就有被吓到了 哦 因为我觉得 诶 这很不像我熟悉的你们 好像会放在 一开始要做的这种音乐 所以我就想说 诶 这张要不要带去哪里 这样子 然后我听到四不像 我很开心了 真的吗 对对对 谢谢 谢谢老师 就是诶 有有有有 有超出预期以外的东西 跑出来这样子 嗯 就就就就就就说 啊 明先生还是很厉害 就是有新东西 谢谢谢谢 对对对对 我最爱的一首歌 你们猜是哪一首 哈哈好难哦 会不会是拉的手 什么 就是有一个 不是英文的那首 如果这首是遗言 也不是 那一首的吉他音色 有一种尽量剔透感 那个旋律跟chorus很美 西游品种吗 对 对对对对 西游品种我们也是 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蛮喜欢的一个作品 它磨很久吗 它磨很久吗 这个作品 琢磨很久 这个算蛮早就行了 蛮早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吧 但那个时候 因为盛昊是先demo 嗯 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 他我记得他是在骑车的时候 哼一段旋律 然后给大家听 那个时候 他骑车后面有四个人哦 不然你们都听到了 就是他就是用那个 我录音 其实后面有四个人 这个可能我要去庙里面看一下 哈哈 太尴尬了 哈哈哈哈 不要闹了 哈哈 就是我记得是他用语音备忘录录 然后有一次坐在工作室的时候 他就放出来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搭 那个哲安的编曲进去 嗯 就觉得那个旋律已经 很好听 哦 对有抓 我们很常的demo都是有风声的 就是可能汽车 哈哈哈哈 所以可能都自己觉得录音录完 然后为了行车安全会 赶快按掉 就回家听不到东西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先听一下歌好了 OK 马上回来 上面 嘘 声 嘟嘟嘟